中国解放军军机时常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侵扰我国防空识别区 国军一向以华语进行驱离广播 军事粉砖台湾ADIZ8日于X平台发文指出 在7日下午罕见记录到国军与中英双语 对进入我国西部空域的共机进行驱离广播 军事民认为这应该是为了提醒国际基建 注意中国军事动向 不过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的基建用英语来驱离相关的进犯 一点都不稀奇 所以已经是加强便饭 不过我们要看说这个广播的一些发生的一些地点 到底是说靠近南海的吗 还是靠近台湾海峡附近 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切的 而在同一天台湾ADIZ团队 直及中国厦门大学管理的科考船加根号 进入我国东部海域 在花莲至宜兰外海作业 一度进入24里林街区 距离宜兰屋时比约20里 海巡署台东舰在旁监控并广播驱离 那以这两天进入到我们临近水域的加根号 那它在活动过程当中 并没有释放一些水下设施 主要可能是做一些水文资料的收集 蔡明燕表示 中共在海上的灰色地带操作 是国安关注的重点 包括科考船 海洋调查船与货轮 行进台湾水域时 如果有任何动态 国安单位都会密切掌握 华氏新闻 罗主 何佑飞 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